这是一架飞机 名字叫做十四比四 这是它的三式图 所以现在就请你告诉我 哪边才是它的头呢 这里还是这里 其实这个才是它的机头了 跟莱特兄弟发明的 第一架有动力飞机一样 它采用的也是压抑结构 将水平尾翼放到了机身的前方 来实现对飞机抚养的控制 基于我们现在对于压抑的了解 我要说这些飞行先驱们 真是专挑难的来玩 制造出十四比四的是一位 在法国的巴西发明家 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 而他驾驶的这架 箱形风筝状 还带有上反角的双翼机 飞上天空的时间 只比那个大家公认 是现代飞机发明者的 莱特兄弟晚了三年 这就让很多法国人不甘心了 尽管人家杜蒙特也不是法国人 但毕竟怎么发明飞机这事 就完全算到美国人头上了呢 杜蒙特的十四比四 也应该算作是并列第一 这个观点有问题吗 我个人觉得还真没啥问题 第一 莱特兄弟的飞行者号 其实在起飞的时候 是开了外挂的 他借助了外力的支持 一开始是利用了 时速高达48公里的逆风 后来是精心制作的重力调塔 总之就不是完全靠自己飞起来的 而十四比四呢 十大十大就是靠他 那50匹马力的六缸发动机 带动一个螺旋架飞起来的 第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两机翼的不同了吗 我刚才说了 十四比四的两个机翼呢 是略微上翘的 专业上把这个称作是二面体 它能够给飞机提供更好的滚转稳定性 使机在发生意外滚转时 能够自己将自己拉回原来的位置 有点像是不倒翁的感觉了 你看现代科技的机翼都是长成这样的嘛 但回到一百多年前 在没有空气动力学理论 在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 在没有一个叫做风动的东西的情况下 杜蒙特怎么就天才的知道要用二面体了呢 你说就这还不够他跟另外两个天才 莱特兄弟平起平坐的资格了吗 所以我觉得现代飞机的发明杜蒙特 和他的十四比四呢 也应该有份嘛 你们说呢